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Boforset这款工具 本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它的Tilever功能 Tilever功能是主要用来显示目标目录结构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里面的一些选项 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工具 那么在这里我们会以Magic学院的网站做一个演示 首先我们来配置一下代理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全部放行 这样它在里面会有一些记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CitonMap目前是比较烂的 这样我们先找到我们的Magic学院的网站 然后添加到Filever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Filter 选择这个 这样它会进行一个过滤 这个Filter主要是用来过滤一些参数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里面只剩下我们这个Magic学院一个网站了 那么我们双击打开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网站的目录结构 那么除了这个目录结构 我们可以 也会看到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响应 用的是Gate或者Poder请求 CitonMap主要是会从这款工具收集到的所有的相关地址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选项卡主要是用来配合CitonMap的 比如你规定了一些Filever或者是排出哪些Filever 那么这个Filter是相当于一个过滤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滤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请求类型 我们刚勾选的这个是显示在范围内的项目 如果你不勾选这个的话 它会选择全部的项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这里你可以设定是否显示或者隐藏各种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HTML、XML、Flash等等 这部分是选择是否隐藏 是否要显示或者隐藏各种的HT状态的响应码 文件扩展名 你可以设定是否要显示或者隐藏指定的文件扩展名的一些 比如ESP、GSP、PHP等 台湾模块大概就这么多内容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里会继续来学习其他的一些功能模块 然后本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